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国防部中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,Randall Schreffer,近日发表台美关系相关言论,指出支持台湾获得防卫性武器,确保台湾拥有足够的自主防卫能力。 对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不满表示,敦促美国停止收台武器。 薛瑞福近日指出没有迹象,显示中国会在短期内放弃武力对台,因此台湾需要投资更多以提升防卫能力。 美国应支持这些努力,并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持下对台湾的安全承诺,包括透过军售与商售等管道,支持台湾获得防卫性武器。 另外他也提到支持美台军舰护防,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。 中兴社报道,耿爽表示,中国一贯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,并敦促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联合公报原则,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售台武器,以免伤害台湾和平。